在我印象里,大部分的中国人是自己选他们的英文名字 这样比较安全,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 你们可能要选错,有很多女生叫Candy或Cutie Pie 但是,这些名字一定都不独一无二 如果你真的能想出来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还有风险 因为独一无二的名字不一定好 我给你一个例子,我刚到北京以后,我在一座北京农村的大学上班 见过一个比较矮的女孩,我问她,你的英文名字是什么? 她说了,我的英文名字是Doris OK,Doris,Doris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名字 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现在在英国这个名字已经很少见了 一般来说Doris是一个老人的名字 但是这只是我的意见,所以她英文名字其实没问题 Doris有一个又瘦又高的朋友,经常站在她旁边 我问Doris,你的朋友叫什么? Doris说了,她叫Jesus 你的朋友叫Jesus? Doris说了,没错,她叫Jesus 你的意思是基督教徒的Jesus吗? 个子高的女生突然说了 对,没错,你哪儿不懂,我叫Jesus 其实我叫Jesus Christ,但是你不用说Christ 就叫我Jesus,好吧 这样学名字有问题 想一想,如果我刚到中国,自我介绍说 你好,我叫孔子 对对对对,儒家学术的孔子 对,没错 古代的孔子 你好 这样不行 我叫Miki 这样不行 虽然很多中国人欣赏老师们 但是我给你推荐 千万别让外籍老师给你选英文名字 为什么呢 我以前见过两个男生 算好朋友 他们的英文名字是Ken和Rio 我那个时候说了 哎呦,我好像听过你们的名字 在哪儿听到的来着 哦 Ken,Rio, Fight 结果是他们的英语 来记老师给他们选的 因为他觉得 搞笑 哎呀 你们可能觉得你自己的英语老师 不会给你选不好的名字 但是连我也 给一个人选了不好的名字 现在在山东有一个人 参加面试自我介绍名字是 Papashango 这样选英文名字 更安全 因为这些中国明星的公司 Harlem 不是 Harlem就是 郁城庆 好好 明白了 Harlem 认识你很高兴 我叫孔子 没关系 那么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